发现两具先人遗骸 考古人员手持相机猛按快门 地点就在嘉义市区铁路高架化的施工路段 考古人员用小铲子小心翼翼挖掘 尽量不伤到遗骸彩症 初步他们判定这个年纪 大概是在2500年前 他们其实是相对的 就他的买账形势来讲 我们相信他们应该是有关系的一组人 同家庭的人 两具遗骸一男一女城府握撞 双手反至后方 脸不对看 考古博士认为他们年纪落在中年 应该是一家人 遗骸年代落在2500年前 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 是嘉义地区的灰黑桃文化遗址 除了可以理清说 嘉义市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个阶段文化 那也对于周遭地区的人群活动的状况 其实可以有未来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基础 现场属于台斗坑遗址 发现2500年前先人遗骸 对考古意义相当大 除了当时有人群活动也是完整聚落 可能是祖先过世后 被埋葬在甘南市房屋下方 两具先人遗骸也将交由南科考古馆 进一步鉴定研究 至于铁路高价化工程进度超前 并不受出土遗址影响 记者侯国文嘉义报道 在新地区中的药师上 在新地区中的市场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